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又是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义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加拿大救生艇的问题 陆陆续叫做浮现 真的被我们开口讲中 有一些开始憎恨加拿大想转头去英国 这么有趣 是怎样 是这样的了 恩爱成恨 话说这些人想想想 见到加拿大这么久都不批评他们永居玩东西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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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都呃不了的时候 就会开始心生怨恨 这些都是正常的人性 同意 人之常情 有什么理由呢 这么多人申请竟然拖了这么久呢 据说现在还有9000多份申请 即压住 都不知道搞了多久 也是的 加拿大人做事真是慢吞吞的 真是没用 那么现在呢 看到他们在吵吵 即是说到 喂 你又说到 好像救生艇会救人 又是这样的 殊不知 你拖下拖下拖下 就拖上水 但是呢 好像想踢我们下水 多一点 那么话说 现在呢 就有不少 曾经呢 帮忙说 有什么工会 有什么组织 说到 甚至乎 国安法的息酬 都可以将来 以这个加拿大为家 甚至乎有什么爆眼女 都说和男朋友 去到加拿大 不知道究竟是 有没有给他们永居 这个不得而知 不过 就不是说 那么多 都可以上船 就继续在加拿大渡过余生 话说 这个今集的主角 姓郑的这位哥哥 原来他在2007年的时候 就是在英国大学 读新闻系 毕业 挺有趣的 他没有在英国工作 就回到香港 不正正经经去做记者 他去做公民记者 什么来的 公民记者 这也是的 那些所谓公民记者 严格来说 就是一些自由记者 freelance 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公司 没有一个码头 给他们 就是为一些特别的题目 来做一些深入的调查 事实上 这个是什么职业 我认为根本都不算得上一个职业 最多就当是一门兴趣 不过是神经病的 当这些是职业 现在又投诉加拿大 对公民记者的工作 好像极少 是不是这样 你报道加拿大国内的事 可能其他的香港人 又不敢兴趣 就是看开你的人 或者觉得你会写到 给相关的读者 他们可能又不敢兴趣 又不多黑暴 暴徒 或者反中乱港分子 在搞事 也不觉到 他们所谓的 长臂管核 或者什么 影响到加拿大 这些公民记者 其实我自己这样看 在香港都有 其实他们很多是 进不了主流的媒体 不知道他们的能力不够 还是他们的性格有缺陷 就是觉得不喜欢人家管住他 或者我喜欢写这些 就写这些 喜欢做这些 就做这些 明明我不喜欢去看立法会选举 你又叫我去跟 我又不想 例如反高铁 散云 黑暴事件 他都会冲出去 这些 很过瘾 一个这样的 没有钱剩的公民记者 老实说 如果这些公民记者 如果在黑暴事件的时候 袍头那些 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假记者 没错 这些是不是假记者 我现在在加拿大 我相信都是性质类似的人 假记者 你哪有可能 有真正的事情 让他们做才行 不知道他做什么 他又不肯正正经经 找一份工作 我不知道他做什么 但有趣 他又再在2022年的时候 可能对于19年 黑暴事件 就失望了 做公民记者 就被人罵是黑暴事件 如是者 他还结了分 原来他已经结了分 去了加拿大温哥华 就走了去哥伦比亚大 就读了新闻学的碩士 接下来 应该差不多了 月底就举行毕业礼 就是5月底 可能你说 不错 喂喂吃鸡 拿来碩士 应该前途一片光明 谁不知 他说 四方帽都还没戴 反而有一个非常大的烦恼 因为他们又没有永居 又要申请其他签证 比如毕业后的工作签证 还有开放式工作签证 要再去申请永居 亦预算是会拖到很慢 不过都要照去申请 对吗 嗯 我觉得这班人都挺愚蠢的 怎样呢 其实近来我们也有报道过 也有说 就是今个月的月初的时候 加拿大也说了 会弄一个过度性的开放式工作签证 让他们先顶住 不过原来现在爆获的就越来越多 可能有些机会会弄到申请出错 例如他的学生签证 年底就到了 如果申请过度性的签证的时候 有什么差池呢 那他就要离开了 哦 那就好玩了 应该早点离开 那些人留在这儿干什么呢 不过他们现在就是担心这件事 所以就是现在就表达一些不满 但是有没有用呢 有没有人会理他们呢 就是这班人是不会醒的 这么愚蠢的 他不醒到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自己在黑暴时候 做过公民记者 如果现在又这样去加拿大 他怕着再回到香港 就很不安全 那他说 就年底到期嘛 很危险 他说因为没有身份 再可以留在加拿大了 回到香港会很害怕 那你就跟加拿大那边说吧 他说移民部门好像不太明白他怕什么 真的好笑 你连表达自己害怕什么 我怀疑是表达不到的 我怀疑是 不过又回来 理论上来说 加拿大那边要明白他们救生艇 这群人有多害怕才对的 为什么呢 你出救生艇给这群人 就是说要救他们 你救他们的话 一定有原因 或者你应该了解什么原因 才会去救他们 移民部竟然说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原因 这么害怕 这个说法我都觉得挺震惊 这个好笑 这群移民部 是否回来吃饱饭 等去厕所那些 看法也是 开始有些卖冤 这个加拿大 你又要来 来到有读书 读书又要学人去申请荣居 一边申请荣居 一边在罵加拿大 这些不跟加拿大政府有关 因为冬天很冷 冬到抑鬱 说他们变了群兽痘 两夫妻在家里 你投诉加拿大天气冷吗 那怎么办 开暖气 白痴的吗 可能是否要铲雪 那些 这样的话 你去加拿大生活之前 不是应该要知道 那你还申请永居来干什么 那你去泰国住吧 对啊 留在加拿大替死吗 白痴 真搞笑 所以加拿大不让永居这些人渣 是对的 原来你们很不愿意 很勉强你们 话说 又觉得 住的地区 那些社区 有没有什么大争议 那些 他自己想想想 以前读书的时候 也在伦敦抱过 反而觉得 英国比加拿大更加适合他 你不是那些应该早就知道吗 看来不是早就知道 好像刚才知道 发现新大陆一样 你刚刚睡醒了 你是不是瘋了 白痴 够了 你要瘋 如果你这样对英国有认知 那你早就去BNO做家 我不知他梳了哪条筋 我也说过 估计那些人觉得 起码是快一点 不用5加1这么久 另外在加拿大再读相关的学位 或者有些学历的证明等等 在那边找工作也比较好很多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英国读完书 画隔了这么多年 就算你拿回香港的工作经验 什么 什么 公民记者 你有没有记录文 没有我自己就是老闆 哪是职业 你问我 我就是老闆 我自己就是工作证明 你想要什么 我整个YouTube频道 或者Patreon 给你看 这还搞笑 突然间就说 虽然一直说 加拿大有很多香港人 但是论社群组织来说 好像英国做得好一点 所以如果要做一些 和地区组织的事情 或者要报道相关的新闻故事 政策研究 他说英国会多很多的可能性 比起在加拿大 就多东西搞很多 时间也都 要搞什么 很控制 我想他想在英国 是否搞一些网媒 或者扮认一个媒体 周围去拍摄 因为最近很搞笑 英国有特区政府 派了一些特工去 那些 有几个被捕 那些 还要追着他们拍摄 又好像写得很汁 这些假记者 屁股痕 死了 加拿大也没有 这些 这些人 唯恐天下不乱 要多些这些 才可以给他们说 是的 没错 根本就是这些人 如果没有了一些话题 他们是不知所措的 社会上 平平静静 平平淡淡 像加拿大那样 他们觉得很无聊 没有人生意义 一样 所以他们很想见到 这个社会粒粒乱 是吧 因此他们在2019年 就很开心了 多少东西 831打死人 都不知道写了多少 由港铁站写到沙岭 都可以写到那些公务 这么多东西 都瘋了 没有了这些 他们自己 也没有了那个价值 没有了灵魂 那时候说到 那些公民记者 好像很厉害 不价记者 那些在七一冲流落法会 有一个都走了 去了英国 那个是如如得水 他都说 觉得罚了一点点钱 或者建案拖了他这么久 又觉得自己没错 还是怎样 这个就是他的事 接着又再说 他说 加拿大现在的传媒生态 对比全球来说 真的很差 所以他在想要二次移民 去到英国 蛤? 二次移民什么事 哈哈哈哈 不过很好的 去一下 加拿大混不着 去一下英国 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我们也说过了 今天加拿大 明天有机会是英国的 喂 傻子 即是现在看到加拿大 哇 区区 一万宗的都不够 哇 就拖了你们这么久 将来 将来 你们说英港人 有十几十万人 还是什么 哇 那里还得了 不是塞爆 是呀 绝对会 是吧 那你们又要移民去哪 再下一次去 就应该要奴旺大了 应该要 看法也是的 你英国 你加拿大都留不住 你去英国干什么 这班人 其实这班人 去哪里都不够 都没有东西 最惨情的是什么 这个姓郑的哥 他又试过拿BNO去申请 但又不知为什么 内政部就说他没有这个身份 咦 为什么我弟弟又可以 为什么他不行 还是怎样 不知道 好像类似他那些 出世纪那里 出了些问题 那个 写的什么 规范等等 那些还没有搞得到 例如香港本土人士身份 那个栏目 他就写了 未经确定 咦 那你是什么来头 哇 所以现在就是 挺惨的 因为有一些 他自己也说的 除了他之外 有四万多个香港人 就是这些香港人 都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在加拿大 又是读完碩士 但是就不太行 出现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也好 或者对于 申请永居的问题也好 你想想 四万多人去给钱 读碩士 就是读到毕业 那里整个数据都挺可怕的 都挺好赚的 是的 都是钱来的 读完又没工作 不过 加拿大很开心 你想想 我钱就赚了你们 吃尽你们 你还要不像只是来读书 那些 你带来一些家人来 那些家人来 那些家人来做事 他们做事会交税 交税之外 又有生活费 又会买东西 买东西 又有税 总之很多不同的东西 万税万万税 收了这么多税的时候 到要申请永居的时候 又卡住你 卡到你 就开始不喜欢加拿大 就想转头去英国 自己给一些理由说服自己 就免得再跟加拿大捏下去了 算了 都是英国适合我们多些 那好吧 走吧 拜拜 给他一个下台阶段也好 不过会不会就给英国再签多锅呢 我们就留个问号 大家不如一起留言说一下 好 好 祝他们就一路顺风 再去吧 会不会就没问题 好 留言说一下 多谢你 拜拜